严寬恒真的被判刑 对哪一党有好处呢 严寬恒只会讲政治迫害而已 这一题其实我觉得我可以花点时间来谈 因为严寬恒这样子 严寬恒今天被起诉了 豪宅案外案 设诈住领费买豪宅 严寬恒贪污罪起诉 这条事情是大条的 我在我粉专是公开听过 严寬恒的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在我的粉专公开骂说 豪宅这件事情 选完了该怎么办怎么办 不要去起诉严寬恒 这件事情是没意义的 你这件事只让严寬恒打悲情牌 我公开听过严寬恒的 可是这件事情 大家仔细看 豪宅不容不谈 关于贪污部分 检察官的资料 或检察官这里掌握 严寬恒与立委任期 聘起临近福 这是严寬恒有关的营造公司登记负责人 担任公费助理 然后聘起从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 每个月薪水4万元 实际上薪资却是严寬恒所用 甚至用在购买马沙拉第豪车 供应严寬恒或家人所用 乍领金额打108万元 这条如果检方证据巩固的够完善的话 这条颜寬还进去做 所以这件事情 我跟大家报告 我所谓的豪宅假交易什么 我坦白讲我觉得都可以翻页了 可是这个108万元 我们讨论太多了 高宏安的案子我们之前讨论过 对不对 然后林颖梦的案子我们也讨论过 蓝绿都能受害 对不对 就是你助理费 一块钱都不能拿 你助理费拿的话 你有出歹劫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对谁有好处 这就是因为有贪污 所以一定对严寬恒不利 一定对严寬恒不利 除非严寬恒打官司可以打到瘾 可是打官司费死 坦白讲旷是费死 有朋友提到司法问题 严寬恒跟陈宗都有司法问题 司法是不是真的独立 不看蓝绿 有违法 有证据 我坦白讲 司法不会百分之百的独立 不太可能 单一环节 不太可能百分之百独立 我坦白讲 可是因为我们台湾的司法制度 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完善 就是你看 我就要跟大家报告 以我而言 我被告的次数真的很多 我至少被告超过十条 评论上来之急 应该有十条或以上 这十条 没有一条进入到法院 就告我的人 意思是 简单官连起诉都不起诉 懂我意思吗 就是台湾司法当然不是一定可公正 可是我有个蛮扯的经验 去年傅坤已经告我 对不对 因为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个花莲的翻车 是普悠玛号还是什么 总的就是那花莲有车子翻车 原因是因为有个工程车滑落到轨道上面 然后火车又开轨撞到翻车 泰鲁格号 那时候我提报说东信赵负责人跟朱立 跟傅坤琪骂金骂 两个人很好 然后跟徐真卫也很好 他们两个夫妻就告我 我被傅坤琪跟徐真卫告 花莲县政府也告 那在哪里开庭 在花莲开庭 在花莲王的地盘开庭 这个案子最后怎样 我一个人我连律师都懒得带 我一个人就去检察官那边 而检察官就来询问 检察官训问完后 我就说 我该怎么讲 我把我手上证据给检察官看完 我后面连起诉也没起诉 对 马克先生说的 我是司法工作者 虽然司法还是有自由行政的问题 但政治力要从头介入到尾很难 省级很多也都可以就去 马克先生你就是要讲我 我先讲我个人的案例 就说你看花莲王在花莲告我 都告不成了 他们还不要讲告成 他就是起诉 起诉我都办不到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是我个人的经验 我另外一个经验 我也被NCC告过 因为我有阵子骂很凶 对不对 然后疫情的时候 我骂民进党也骂很凶 应该很多人都记得 NCC就搞我 NCC告我之后一样 就是要听细节 虽然我不讲细节 总而言之也很总之 送到检察官那边 也是连起诉都不起诉 为什么 因为我评论有道理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个人的经验 蓝绿我都没告 我就大咖 我都没事 第二件事情就是 刚刚马克先生说的事情 对 你可能运气不好 比如说在这个案子里面 你遇到 假设你是蓝的证证 你遇到一个绿的检察官 就是很讨厌你 你就硬要把你起诉 可是你后面还一审二审三审 你总不会检察官遇到绿的 而且还有几率 绿到就是我就是搞你那种 然后不分是非 一审又遇到超绿的 二审又遇到超绿 三审没这么衰 哪有这么衰 对不对 国民党 以前说法院国民党开的 国民党做的也很多 所以我觉得比较 当然我跟讲有一个有差 就是说比如说我这样搞这个人 我可以 我这边讲大白话 政治可以怎么介入司法 我可以让检察官加快侦办这个人 这就有差 比如我选举 对不对 我对手是A 我就要搞A 我最后他可能无罪 可是我可以让检察官去搜索他 很大动作搜索他 这都是合法的 就搜索 那这个东西 请问能不能搞到他 可以 这个这点可以介入 又或者是说 我搜索完之后 我通过检察官 让检察官对记者发话说 这个很夸张 这边又收到什么 那边又收到什么 这可以 可以介入到这 可是如果最后你没罪 就是你真的没犯罪 你搞到最后你还是没罪 以前国民党在大的时候 也一大堆 比如苏志芬 那时候不是被关 被起诉 也没事啊 所以不是古早以前 现在坦白讲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公正 我不敢讲百分之百 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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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宏安为何还没被起诉 是因为郭台铭吗 对啊 我觉得也怪 当然不是因为郭台铭 我们今天还在抱怨说 我当然觉得说 政治一定不能介入司法 可是新竹的地检是怎样 是睡着了是不是 你看 盐宽安的案子 现在都起诉了 高宏安的案子这么明确 要证人有证人 要证物有证物 结果现在好像 好像就这样 没他的事情一样 没消没洗的 蛮奇怪的 所以今天我们几个人 才讨论几个圈内人 但是我们在录影的空谈 也讨论奇怪 但是我还是认为 这个司法要公正 我可以抱怨 但是司法还是有其独立性的 所以我们就静候 反正这件事 躲不掉了 躲不掉